杨子一出场,又炸厨房又当众,兔娃妻子,一人分世喜剧之王与反派,而绝望娇妻黄胜衣的睡前读物竟然是博弈论。 这两口子参加节目,抱着怎样的功利目的,尚且不知,但可以确定的是,再见爱人四可是压对宝了。 话题还在蔓延,热度还在飞涨,才刚播第一期,稳稳预定了第四季度的综艺爆款,还得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芒果台啊。 至此,网上关于节目的分析讨论已经很多,我就着重聊一点,明明样样鼎沛,却心甘情愿被兔娃多年,黄胜衣到底被养子下了什么股。 杨卫的代价,顿家是,她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大学教授,毕业于清华大学,上世纪90年代初,曾留学美国,母亲是新民晚报编辑,表舅是经济学家吴敬莲,族人里有近代著名教育家黄延培, 正常观感,咱要有这家庭,那不得横着走,能让她个头大款给破啊。 论事业开局,二十出头,就凭借青春靓丽的外形为人所熟知。 你们对她印象深刻的点,可能来自红苹果乐园的腹黑女配,公布里眼角一滴泪的雅女, 而我对她的最初印象,源于一则广告,一个穿着露肩白衣的女孩, 笑容灿烂地指着自己的肩膀说,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,自信坦大,超有灵气的。 2009年,在腾讯网主办的《80后新生代娱乐大明星》活动中, 她还曾与杨幂、刘亦菲、王洛丹被评为内地四小花旦。 当年也确实有很多人说,黄胜一和刘亦菲的长相有某种相似之处, 只是后来她噼里啪啦地掉了队。 咔位咔位上不去,过硬的作品几乎没有,坐腰丢人倒是第一名。 什么高调却好莱坞,却玉体爆样,遗憾擦肩,还有什么穿着几身短裙, 却当众下跪,拜赵本山为师,绝对是那与炒作史上浓墨重彩的两大笔。 当然还有犹在耳畔的海娃死了,本来是想着去证明演技的, 结果女神突变女神经,一不小心卸下了所有偶像包袱, 砸碎了所有回忆滤镜,贡献了一记经久不衰的笑量。 她的种种走偏,当然离不开狗头军师杨子的背后瞎指挥, 但,他们的深度绑定,也是有一个看似很美好的开头的如日中天之时, 黄胜一和周星驰闹解约,杨子不惜花重金,为黄胜一赎身。 哇塞,患难见真情,英雄就美爱。 黄胜一当时也这么想的,正如他在节目里, 一当年时对杨子的评价依然是正面的。 他说他,全能,给足安全感,值得托付。 可问题就在这个,值得托付上。 这个词,乍一听浪漫,在一听便可品出浓浓的封建财与味道。 什么是托付? 说白了就是,我的人生我不要了,以后交给你全权处置, 因为我觉得你这人不错,靠谱。 选择将自己的人生托付于某人, 无异于亲自选择了心甘情愿做傀儡的命运。 怎么就能将主动权拱手相让,甘心被他人操控呢? 很多人说是给的太多了,其实钱只是表面, 关键在于,杨子的青囊相助干黄胜衣, 获得了一种被强大力量笼罩的血运感。 那是一种受宠若惊,高知家庭的女儿, 未必见过大钱,突然有人萍水相逢, 却肯为自己一掷千金。 内心深处,我走晕了的声音, 很可能大于我值得, 所以恨不得以身相许好,抓住这份老天的恩赐。 那是一种一脑永逸的契机, 有一个全能超人给自己遮风挡雨,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突然就变小了, 无需伤透,脑筋磨挡杀魔佛挡杀佛, 只需在他的羽翼之下按部就班, 人生课题从一对多变成了一对一, 要面对的这个, 一还是值得信赖的人, 突然觉得轻松了不少呢? 当然还透着一些崇拜。 崇拜的本质是, 这个人活出了一些你向往你拥有, 却尚未显化的特质。 黄胜一虽出身于书香门第, 但他从小就是文艺骨干, 也是主动考北电中娱乐圈的, 根本就不是人, 但如局形。 甚至可以说, 那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家世, 看似顶配, 实则难以助力他的野心。 有网友如实总结, 当年的解约事件, 不过是秀才遇上兵, 结果被山大王截了胡。 没有混江湖的本事和靠山, 却误打误撞, 身处名利场中心。 一个小女孩难免因势单力薄而底气不足。 而杨子的出现, 不仅帮他解决了眼下的危机, 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榜样和前进的方向, 跟他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强大了, 跟他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变成更好的人了。 相识之初, 他对杨子的潜在认可、 理想化和对自我力量的不确定, 等于心甘情愿将自己置于低位, 将杨子规定的标准视为正确的代名词。 先有的主动臣服, 才有了后来的被拿捏。 所以, 这段缘分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这样的, 他驾驭不了自己的欲望, 正好添降一个荣誉证书贴满后背的代价, 然后他就主动让位坐在夫家了。 人的潜意识就是如此神奇, 没有结果, 只有目的, 没有对错, 只有需求。 后续黄胜一的一系列骚操作, 跟杨子的幕后指导分不开, 但被洗脑不等于完全丢掉了自己的脑子, 他也是响红的, 他也是有野心的, 他也是急功近利的, 女明星哪有不做的。 只不过能力有限加军事太差, 且随着捆绑逐渐加深, 扑啊深入骨髓, 他也逐渐失去了另起山头的力气, 回过往来时, 人生小二十年, 已一晃而过。 实现自我价值, 不需要中间商, 黄胜一让我想到了两个人, 第一个是高圆圆, 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 都是乖乖女, 都有好教养, 都是年少成名, 还都是注重理性思考的风向星座。 不同在于, 高圆圆的人但如具体质更重, 基本一乖到底, 事业运不错, 却因有自知之明, 不及家庭, 而屡屡后撤。 而黄胜一的叛逆体质更重, 他是想要折腾出点动静的, 只不过, 或许从小被保护太好, 导致出社名利场严重水土不服, 再加之, 在自我价值没建构好的时候, 遇人不输, 之后便一路滑坡。 他俩都有点高开低走, 只不过圆圆是静静的淡出, 黄小姐是噼里啪啦的胡调。 虽然他们都算取得了世俗的成功,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, 照着乖乖女的方向培养女儿, 真的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发展吗?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, 毕竟不是每个乖乖女都有顶级美貌, 和被星探发掘的运气。 有教养很重要, 但有匪气也很重要。 不是真要学土匪啊, 而是你出去打猎, 总不能依附娇滴滴的公主姿态吧。 所谓匪气, 源于对于人性和社会规则的不回避, 以及对于自我力量和创造性的确定感。 这跟父亲的示范引导有关, 也跟父亲对女儿足够的认可与支持有关。 黄胜一生生被养子拗出来的伟案形象, 蛊惑这么多年, 那么我大胆猜测, 他原生家庭里的富职, 或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完整而有力。 比黄大很多且莫名自信敢想敢干的养子, 也许正好在无意中担当了他的精神父亲。 第二个想到的是繁花里的灵子, 就是马依丽饰演的那个同胞总纠缠不清好多年的老板娘。 距离这一对其实跟黄胜一养子的故事有点像, 女主落魄, 男主雪中送炭, 送钱送机票送店面, 从此女主开启了自己事业上乱七八糟, 感情上难舍难分的几半岁月, 都是被砸晕了, 但不是被钱,而是被过度理想化的男性魅力。 哇, 她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大英雄吧, 我可要以身相许, 好好报答呢。 错, 其实是因为你值得, 没有谁愿意做亏本的投资。 下半生由她罩着, 我的人生就高者无忧了。 可她的能力是有限的, 自己主动迎接挑战的过程, 则是充满无限可能的。 还有, 本来是指着她遮风挡雨的, 结果你会发现, 最大的风雨,全是她带来的。 她好厉害啊, 好崇拜她。 其实, 加以努力和些许运气, 谁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成为厉害的人, 不论男女。 综上, 稍微用正常逻辑一缕就知道, 全是误会, 全是幻想。 而这些普遍存在的误会和幻想并非凭空而来, 千百年来的社会规训就是这么催眠女性的。 什么男人征服世界, 女人征服男人, 女人好像必须经由男人目光的照耀, 才能实现自我价值。 所以, 动不动就托付终身, 以身相许, 动不动就纠结她, 爱不爱我。 她有没有爱过, 我她是不是最爱我, 刘邦看到像雨威风乍接, 心里想的是, 无将取而代之, 恋爱恼女子想的是, 天哪雨歌好帅, 我要嫁给她。 当然, 以前的女性处境不同于现在, 但不得不说, 思想观念的转变, 总是要比物质层面滞后一些。 就像最火那几年的黄胜一, 明明有资源有潜力, 但凡自我主体性强一点, 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把话语权交给另一个男人, 还持续了这么多年。 有恩报恩是没错的, 但请切记, 再多的钱都无法买断人生的自主权。 信任别人是没错的, 但长时间倚重于一个人, 是万万不可的, 因为那样的话, 她的认知、眼界和审美将会成为你自我发展的上线。